链条拉车相比 所需的劳动强度低 能耗小 噪音达标 且现场环境整洁 由于液压传动平稳无抖动 经液压拉拔机拉制后的铜铝形材 横截面尺寸稳定 表面光洁度高 表层致密 电性能好 在国内制造铜铝形材挤压机后续设备的行业中 本厂已名列前茅 将形材头部送入压头机压薄 切角 压平毛刺 以便于穿入拉拔模具 将压薄 切好脚的形材头部 引入脚平输送机 调节间隙 合上离合器 以合适的速度 穿过脚平输送机 然后穿入拉拔模具的磨腔 当形材的头部伸出模具20厘米左右 脚平输送机停止 离合器 离合器分离 形材 由拉拔前口加注 开启润滑油泵 拉拔开始 当初始段拉拔约一米长左右 拉拔停止 聚切机动作 切去形材头部 拉拔前口回程 重新加持形材 拉拔 一辆小车 逐段到位 拉拔至中部 气托降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拉拔到位后 机械手加持 锯切机动作 切断形材 一辆小车同步移动至输送滚道 降料输送滚道启动 送料到成品锯 定尺锯段 拉拔前口回程 至中部时气托上升 拖住活塞杆 拉拔前口回程到位后 重新加持行材 进行下一轮拉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